尤其是暴养不止 这个情况有奇效 阴阳就指的外阴搔痒 一般的中老年妇女居多 造成阴阳的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肝脂功能失调 然后导致湿热下注引起的偏多 然后还有例如说肝肾亏虚 然后生风化造 肌肤失溶造成的 在董事齐穴里 我们有一组方子 就是我个人常用的一组方子 就是用我们董事齐穴的云白 云白穴如果你自己看书 找这个位置可能不太好找 写的比较麻烦 但是董事齐穴的肩中穴特别好找 所以你找云白的时候 你就以肩中为参照物 也就是从肩中穴 肩中穴不是在这吗 肩中向前一寸再往上一寸 这个就是云白 按我这个方法找就很好找 云白直次竞争 我们可以直次竞争五分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目腹穴 目腹 你看你一听名字 目对应的肝 对不对 腹就是腹科病嘛 所以专门针对肝经湿热 引起的一些腹科病 效果非常非常好 目腹穴在我们的脚趾上 第二个脚趾上自己 然后看一下图一会儿 这个云白配目腹 不光可以治疗这个外因搔痒 它可以治疗阴道炎 阴道痛 吃白带下 所有的这一类的阴道问题的腹科病 效果都非常好 那如果是这个碰上那个养的特别厉害的 抱养不止那种啊 真的特别特别养的这种 你可以再加一个穴位啊 再加一个谁呢 加一个少甫穴啊 少甫呢是心经的行穴 我们中医里不是有句话吗 叫珠疮痛痒皆属于心啊 少甫呢心经的行穴 他就擅长啊清热 然后心与小肠相表理啊 所以呢根据这个原理 这个少甫穴针对这个外因搔痒 尤其是抱养不止啊 这个情况有奇效啊 所以一般呢 你就用云白配目腹 如果特别特别痒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少甫穴加上